擁有天然海石洞的獨特美景 西子灣的大自然秘境 雖然不是法定遊戲區 但總是吸引許多人前去觀賞 不過交通道路不便利 遊客進出頻繁 時常發生意外 自管署也決定 要好好改善周圍的停車與交通 那上面一方面雜草 一方面有很多的 過去堆積的這些營建廢企圖 那也影響這個車輛的進出 所以我們就趁這個機會 把協調領務局 把這一塊土地 把它計畫加以整平 那批建成這個停車場 那同一個時間也把這個進出道路 因為目前進出道路非常的小 那沒有辦法很順利的回車 也趁這個機會做一點整理 另外壽山石灰岩洞的探洞活動 也因為進入雨季暫時不開放 自管署表示 雨季市石灰岩洞自然生長的好時間 同時也為了降低民眾進入後 因為地形濕滑而跌倒的風險 等到11月份就會重新開放 那在停止開放期間 大自然秘境與岩洞探洞都暫時關閉 自管署也提醒 在大自然秘境的施工期間 請民眾不要前往 以確保行車安全 記者崔建勳高雄報導 記者崔建勳高雄報導